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不会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改变于对身边的喜爱 打榜听歌期待下次舞台节目觉得很幸福 私心猜测这句话反映了他不红时候的一些切实的经历 不只是嘴上说说 在惊人激烈的环境没有背景 外在条件也不突出的人 如果表现不特别的优秀的话 恐怕根本就不会被看到 即便如此 有些人对别人来说唾手渴的东西 或许也要拼尽全力才能够得到 这种奋斗的艰辛会让人迅速成长 可对他这样敏感而诚实的人来说 也是不安全感和谨小深微的来源 但也是对于每个机会全力以赴的动力 到了今天我也觉得他完全没有必要再担心没有舞台了 更愿意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一种对于过往的感悟 对于当下的珍惜和对未来的追求 多说一句 从事艺术的人要保持敏感和一些心理上的不安 太安逸缺乏表达欲望就不容易出好的作品了 觉得是因为深深的性格以及大环境的影响 也许是因为成长经历 深深是不太有安全感的性格 能够上贵阳六中深深成绩还不错 在惊人时代他就是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的人 工作之后呢 这两个性格特点一直都没有改变 这两点就让他一直都有忧患意识 而且评论区里吧也只有说了 周深前几年的经历 也会加深到周深这种性格的特点吧 大环境是大众审美疲劳 那可能或者会慢慢的改变审美 新人层促不穷 或者说还有很多很有实力的歌手 就像前几年的深深一样 一个人能够一直留在舞台之上 真的还蛮奢侈的 深深可能见过太多的昙花一现的例子了 所以会担心 但是呢这个时候就要跨一下娃娃了 周深足够有实力 足够有独特自己的多种风格 有天类般的声音 有很高的情商 有清晰的自我认知 他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但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些担心 他也不会成为这样独特的周深 也许现在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是一步步走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很难能够因为红了 就一下子突然改变 最后希望生命们能够带给他多一点的安全感 让他在音乐这条路之上少一点因为不安全感而考虑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生人对于没有安全感这件事 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还是有清醒的认知的 后面的路就是和自己的内心的角逐了 性格这方面的事情呢不是那么的容易改变的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